8月20号 李某某涉嫌轮件一案 在海淀法院召开第二次庭前会议 受害人律师田参军 被告人律师陈叔 孟哥等悉数抵达海淀法院 李家法律顾问蓝和律师 在受访时表示 孟哥上访时希望公安尽快立案 涉案酒吧清理张光耀 如果不服可以上诉 整天在自媒体上说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在昨天 孟哥前往公安部信访办公室 递交资料 为儿子李某某深渊 下午两点左右 孟哥走出公安部信访办公室 记者紧随其后采访 孟哥却始终一言未发 拒绝回答任何与案件相关的问题 只告诉记者 若有问题可以联系他的律师 情绪低落的他一直回避镜头 并不时传出唾气声 身旁的男助理也为他撑起黑伞 示意记者不要拍照 两人步行走出信访办公室 所在的胡同 乘出租车离开 腾讯娱乐 正义报道 全片宁了 全片宅 全片宅 全片宅